福島縣 福島縣位於距離東京約200公里 乘坐新幹線前往大概需時一小時二十分鐘 人口約有190萬人 面積約14000平方公里 是日本第三大的縣 縣外分為中通、匯津和奔通三個部分 各自擁有自然美景 多種多樣具歷史和文化的溫泉等 充滿著魅力 另外,福島縣是全國有數的農產物產地 為了將更美味的農產物送到餐桌 縣政府的研究機構正著力進行品種開化 在2011年3月11日 發生了日本國內觀察史上最大的 尼克特製9級大地震 福島縣由於有最大震度7級的地震和海嘯 遭受到房屋倒塌和道路、鐵路、上下水道等 基礎設施受到破壞的大災害 而且,由於發生了核能災害和隨之而來的避難指示 市民的生活受到巨大的影響 不過避難者的數字已經由震災發生一年後時 16萬4千人的頂峰逐漸減少下來 避難對象區域的避難指示也被逐步解除 現在正開展居民重返家園的活動 在福島縣內 為賣向復興已經進行道路等公共設施的復修 通過在學校運動場、公園等地方 以更換表土和剷除草坪等方法 去除輻射污染 再加上放射性物質的衰減性質等 輻射劑量正隨著時間減少 在園內約3,700個地方 設置有測量空間輻射劑量的監測裝置 發佈著有關輻射的正確訊息 例如,園政府大樓所在的福島市 空間輻射劑量率平均是每小時0.17V 順帶一提,世界各地的空間輻射劑量如畫面所見 在福島縣到目前為止 有大約32萬人 利用全身檢測儀進行體內輻射檢查 2012年3月以後 所有人士的結果是低於一毫氣玉突 另外在福島縣 亦有檢查園內各地的自來水 大樓檢查放射性電和放射性色 福島縣是全國有數的農業縣 出產各種各樣的農林水產物 為了將安全美味的農林水產物送到餐桌 在種植前和之後的生產流通階段 國家同縣、市鎮村、生產者、流通和銷售經營者攜手合作 採取各種措施 只有通過各方的檢查 安全已被確保的農林水產物 才可以流通於市 核電廠的事故 令放射性物質飛散出來 不過對於栽培用的塑料薄膜溫室 加速屋舍等有屋頂的建築物裏面的土樣 幾乎沒有帶來影響 至於屋外的農地 運用各種各樣的研究 分析了放射性色的特性 確認了最能減少放射性色 對農作物帶來影響的方法 首先放射性色被土樣裏面的黏土礦物吸住 不容易被農作物吸收 另外也明白到色會停留在土樣表面5厘米之內 所以只要用鏟除表層土樣 將表層土樣和深層土樣交換 或者深層土樣耕作這三個手法 就能有效減少來自農地的放射性物質的影響 農作物在成長過程中 需要甲、淡、鱗酸這三種元素 如果土樣裏面的甲減少 農作物就會轉移吸收 同樣是鹹金屬的色 所以只要土樣含有豐富的甲 就能夠控制農作物對放射性色的吸收 另外也明白到對於果樹、沖洗樹木、削除樹皮等 是很有效的除污方法 農業生產過程中 實際採取以上的措施 就能防止農作物吸收放射性色 生產出安全的農產物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生產階段的措施 日本制定食品中的輻射檢測標準值 是依照發電委員會的國際標準 每一公斤一般食品中的色限量標準為100倍可 原料奶50倍可 飲用水10倍可 嬰兒食品50倍可 為國際上較嚴謹的數值 在福島縣 原產的濃淋水產物 在出貨前需要利用高精確度的 這半導體檢測器進行檢驗 到目前為止 已經檢驗過17萬個樣本 我所做的檢測是 《災害対策基本法》 《原子力災害対策特別措置法》 本日の補給率に基づいて行っております 福島県で生産される農林水産物のうち 販売されるものを対象としており 野菜、果物、魚介類、きのこ山菜、肉類等 様々なものをモニタリングしております 検査を行う機械については マニュアルに基づきまして 定期的なメンテナンスを受けております また、国際原子力機関 IAEAのチェックも受けており 是正確的檢測 檢驗結果如果超標 會依核災難對策特別措施法 根據國家的指示 限制該地區的物產流入市面 以下為大家講解 福島縣農業綜合中心進行的檢驗 首先按照收集計劃採取樣本 放入塑料袋裡面 然後進行去除泥土等必須的事前處理 再送來檢查 確認被送來的樣本的試樣號碼 和生產的市鎮村等資料 在進入檢查室前 用測量而確認沒有外部的污染 切碎樣本後放入容器內 之後移往分析室 輸入分析用樣本的數據 利用這半導體探測器做測定 在一年間檢查接近4,000個蔬菜果實的樣本 2013年2月以來並無一件係超標 在福島縣進行著 以縣內生產的全部大米為對盡的放射性物質檢查 每一個米袋都分配有個別的號碼作管理 被確認低於標準值的米袋 會被張貼上檢查完畢的標籤後才出貨 自2012年每年已經檢查約1,000萬代草米 而2015年及打後產的大米 並無一代係超出標準值 牛肉方面亦進行著徹底的管理 牛肉方面亦進行著徹底的管理 相關團體的職員、造訪養牛的農家 調查飼養情況及治療等 結果是只有被適當管理的牛隻才可以出貨 並為所有牛進行放射性物質檢查 2011年8月以來並無驗出超標 福島縣蔥是航流及暖流交匯的豐富魚場 在東日本大地震前,布獲有約200種魚背類 但是由於輻射災害,被檢出放射性物質 超出國家標準值的部分魚背類受到出貨限制 福島縣沿岸的魚葉亦只有停止捕撈 在福島縣進行有海水中放射性物質的檢查 由2012年4月以來 所有地點都沒有被檢測到有放射性物質 此外,根據以往的研究 海魚會從體內不斷排出鹽分 即使放射性物質進入體內 隨後會和鹽分一起排出體外 到目前為止,進行了超過4萬件海產魚背類的監測檢查 核電廠事故已經經過了6年 事故後吸取了輻射的魚 因壽命而進行了世代交替 加上放射性物質,很難殘留在魚體內 2015年4月以來 好壹次檢查到超出國家標準值 現正進行試驗性腦捕 以被確認是安全的魚類才可流通販賣 並調查流通狀況和銷售價 種類和捕捕量已經逐年有所增加 向全面運營取得穩步進展 另外,為了萬全起見 亦有為了萬全起見 為加工食品進行檢查 在福島縣土特產齒光的果實更小的階段 已檢查放射性式的濃度 從而決定能夠進行生產的果樹苑 另外,加工後的齒光 亦會全面受到檢驗 徹底確認安全性後才出火 全面的檢查結果 都是福島縣的網頁內工 全面的檢查結果 在福島縣,各種各樣的機關不單在生產階段 在流通階段也進行檢查 對於流通的食品 各家桐縣也會在街市、超市等零售店 或者農產物直銷店進行抽查 至於自家菜園所種植的自家消費蔬菜 居民可前往公共設施等地方設有的檢測儀器 自行進行檢查 另外,在農產物直銷店或者超市等銷售店 亦有自行做檢查 福島縣全農畜産物 在農產物質上市、放射性物質の検査 出荷をしております 愛情感におきましても 全ての生産者の方に 出荷前に全品目で検査をしていただいた上で 出荷の方を販売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また季節ごとにお店に売っているものを サンプル抽出しまして それも検査した上で販売をしております 毎年売り上げの方は伸びております お客様の方もですね 安全安心はもちろんのこと 美味しい、新鮮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ですね ランデいただいて 売り上げが伸び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きちんと管理、検査なさってると思うので そこのところは安心してというか 信頼していただいてます 他についても 他にも家庭飲食内の放射性物質調査 2013年以来 毎日調査結果は超出標準値 他にも検査学校の善食 以確認安全性 そうです 福島縣 由種植農産物前 到生産、流通階段為止 進行各種各樣的檢查 為了把安全美味的農林水産物送到餐桌 確立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体制 新鮮核電廠の事故 発生震災、核電廠事故後 先由日本国内 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士都提供支援 透過生産業的誕生等 讓福島正往復興之路大踏保 另一方面 福島的人為確保餐桌食物的安全 持續進行著各種各樣的挑戰 私ども震災以後 生産したトマトを中心に 福島県が行うモニタリング検査 という放射性物質の検査を行ってきています それに加えまして 市が行う簡易検査 並びに私ども会社として自主的に行っております 放射性物質検査の自主検査をですね 定期的に今も行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ね これまで検査を重ねてきた中でですね いわゆる国の定める基準値を超えるということは 一度もなかったんですが やはりこの検査はですね これからも引き続きやっていことで やはり消費者の方々に対して 安心をお届けできるだろうと思って 今後も続けていく予定であります 今後の努力は結出果実 只有微微と安全性被充分確保的 福島縣濃臨水産物 同地区出口 亦正在擴大中 代表福島の水蜜桃 同大米等 亦予出口至泰国 馬来西亚 同英国等地 另外 加工食品同日本酒 亦出口到美国 香港等多個国家同地区 2016年 出口到泰国 馬来西亚 同印尼的水蜜桃数量 日本第一 原产食品的優良品質 獲得高度評價 出口数量 同品種亦穩健感增加 福島生産者 對繼承下来的 隆臨水産物的期許 為了將安全美味的食物 送到餐桌 保持著熱誠和尊嚴 認真地採取各項措施 每日的食物 在這裏創造我們的未來 美食的保護 福島縣 自信感 每日為你的餐桌 送上安全美味的食物 在這裏創造成員 人們的各位 關注 斷 在這裏創造成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